Hello 大家好 我們今天是如是我聞 在我們節目開始之前 我首先教大家如何分辨一個女兒有沒有化妝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因為我上一集 我未去日本之前 上一集我真的掃顏和子冠做節目 但沒有人相信我 不用你便掃顏 有聽眾不相信 有聽眾在Youtube 我這些女方像很小器 所以我今天就化了一個真的妝 讓大家有一個分別的對比 素顏或化妝我都不太看得出來 都是這麼漂亮 那我要教你們怎樣看 我真的不懂得看 首先有化妝或沒有化妝 如果一個女生很熟悉的話 你找張紙巾在她的臉上 跟她的臉上也有份 如果她說她沒有化妝 這樣你就拿張紙巾過去 濕又可以乾又可以 一插 如果張紙巾還是白色的 就是真的 OK 如果你看到有一點油膩的 她未必是化妝 但她可能是塗什麼防曬 霜霜 什麼大堆東西 如果是有顏色 當然是化妝 今天一看就知道 這是一個全妝 但是為什麼上次我真的沒有化妝 你們又不相信呢 但是她們其實說對了一件事 這麼多件事裡面 她說對了一件事 就是我做了假眼節目 但我忘記自己做了假眼節目 假眼節目 你們現在那些是真還是假 假的 因為我睡醒已經是這樣的樣子 我上次為什麼會 我不是故意不化妝的 因為我去做瑜伽 很趕很趕回來 連涼都還沒洗 整個人就醃著鹹魚 真的 然後儘管在旁邊 我也覺得很不好意思 會不會臭泵泵 而且是做那些熱瑜伽 即是底面全部濕透那些 我未來一次洗澡 就已經坐在做節目 那當然是不會化妝 但是呢 其實化妝這個文化 如是好文講 不關自己的 就是呢 口髮也很有趣 在香港也有一個轉變 我十歲讀書的時候 那些人是不化妝的 你看到八幾年的時候 那些電影很厲害 陰影、燕脂 然後眼影就是七彩 有藍有紫的很厲害 後來就去了一個 回復平淡的階段 是否九十年代初比較流行 對 九十幾年的時候 就開始回復了 即是鬆眼 然後以前八十年代 就像大肩膀 那些有肩膀 有肩膀 很彩色 還有粟米頭 後來去到九十幾年 就去到Kate Moss 做代表 就是很乾淨 綿T-shirt 沒有化妝 沒有什麼化妝 那些頹膀 所謂的 我是九十幾年的時候 十幾歲 那時候 就發現 街上是沒有人化妝的 甚至有一種化妝品 叫做胭脂 是沒有什麼人塗的 覺得嘩 猴子屎發 指紮公仔嗎 這樣 那時候我去了加拿大讀書 加拿大回來 我還記得很有趣 就是我買了一枝唇膏 那時候 有一枝唇膏 是亮的 茶咀 接著有人說 你吃完東西沒有抹嘴 接著我說不是 我說是唇彩 接著是什麼 接著有人拿出來給他們看 他說 嘩 油膩膩 我記得變化 就是由很極進 很豐富的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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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又回到二多年之後 二零年後 到今時今日 在街上看到大部份的女生 都是化妝的 嘩 除了化妝之外 我還發現現在多了女生 年輕的那班 是喜歡紋身的 在腳那邊 在手、肩膀 不是紋到那些 左青龍又有白虎那些 喜歡紋一些 小小的圖案 可能這又是新的潮流 不過我覺得 這件事真的要考慮一下 對 想清楚 你的妝可以抹去再來 你紋了就死了 也是這樣的 如果你不喜歡 你要弄走 是很大的工程 女兒不要搞我背 我見過 因為拍拖 說紋了對方的名字 在手上的女生 後來兩個反目成手 那個女生 決心到怎樣 找那些幫你洗紋身 尤其是 顏色太深 就直接割了 很大條蜂蜂在她的手上 所以各位女士 美不美一件事 真是紋身一生一世的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項目 如果你們去日本 喜歡浸溫泉 或者去銀盆浴 那些地方 你留意 是有紋身 不讓你進入的 真的不讓你進入 一脫衣衣服 就看到其他組織 看到報告 他們立即推你走 這樣 我不知道是否 跟他們的黑社會文化 不知道是否有關係 因為他們的Yakuza Yakuza中文叫做 我經常想像是竹聯邦 竹聯邦是台灣 竹聯邦是台灣 那個是甚麼 山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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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會聞到很厲害 很厲害 全身沒有了 看不到肉色 全身都是 但很漂亮 他們的顏色層次做得很好 作為一種男子氣概 因為紋身過程都相當痛 他們聞得這麼厲害 有料到的 他們全身都是 我想是否跟這件事有關 有沒有聽眾知道 如果有的話 就告訴我們 讓我們認識多一點 所以廢話說到哪裡 你是不是想說 一些施殺列車 最近比較多人說的 這部電影 我之前去旅行去日本 我覺得日本 可以說很多一集 我們上一集 《決戰中環》的時候 想說了一點點 但可能剛巧那一集 不對 因為那天剛剛做完 這個橫洲的記招 可能大家很心急想聽 這個橫洲記招 但我們對他的看法 所以我走去說壽司 又是被人摩擦 但我覺得 我們又不是只說飲品吃吃的 我們又不是口腔期的人 我們都進化到下去吃到 餵消化 我們也有說 譬如說 日本的房地產 和香港 香港是多麼的不合理 其實你看回香港 當你一生人的目的就是買一層樓 而讓你滿足 讓你買一層樓 當然你不是做綠合彩的前提之下 一炮個比 你是擺了首期 很辛苦 去儲了幾百萬首期 是啊 百幾二百萬有多少都好 之後慢慢供 三十年 是 你那個人生 你的收入三分之二 可能走去公樓 或者一半 走去公樓 你會日日和和和不得中日 你很害怕沒有了份工 不僅僅 你是不會有生活的 因為 你已經不夠錢 零用錢 可以揮霍地去旅行 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那你越看不到外面的世界 你就越安於這種生活 覺得我買了一層樓 我有自己的物業 那我就是自己的主人 已經是成就來的了 已經是成就來的了 香港最大的成就已經達到了 是啊 但你看不到其實 外面的世界有多大 而你其實做的事情 是多麼荒謬 你怎樣跌入了 這個地產商的圈套裡面 而不自知 所以我們說 今次去日本 我們看到 譬如說 我們回來也有說 他們的旅遊業是怎樣的 為什麼 即使說 這個泡沫經濟爆了之後 他的軟實力依然是這麼強 依然是無可取締的 香港人會不會說 因為他覆了核事故之後 就不去日本了 不會的 沒有啊 照是每個人去的 照是每個人去的 是吧 那時候就說 福島剛剛爆了 那些人說不吃雨生 就是孝婆生不到掛 你不吃了多久 我給你一個月好不好 已經可以全身矮咬 不吃不行 就又照吃 然後又說 日本水果 吸收了很多輻射 又是現在 你整個蘇果下面 City Super 也是這樣賣 這行很一樣 最重要的 就是強國大量海洋人口 去日本 抗訴 你就知道 你連偉大祖國 都對日本這麼有信心 你那些愛國愛港的怕什麼 放心去日本數科 以他們愛國的那些人為榜樣 最好就是 喂 你在大陸 毒酸 毒奶粉 毒米 毒什麼都毒 他們不死 他們去吃日本 以毒公毒 都沒事 那你香港人 新鮮肉桂更加不用怕 對不對 那也是 你到處都毒 為什麼要怕他 怕他那個小小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的輻射 他都不害怕 是不是 接著最近有一個 昨天出的新聞 就說 日本一個民間組織的調查顯示 超過九成的日本備訪者 對中國印象不好 是 是佔91.6 你四十五入 即是92% 不奇怪 你經常這樣 我自己也接觸過一些 你怎麼解讀這件事 其實事實上是 你每天找些人 你每天有個國家來罵 你的強國人 每天都來罵香港 你們這群人 什麼恐嚼獸 你們這群人狗 我們自己都哭鬼氣 你日本 你每天被中國這樣罵 他就算是 你說戰爭以前的事情 問題是你自己本身 你又不尊重那段戰爭歷史 你中共本身是 因為那場戰爭而得勢 是最大的得益者 但他講了南京大逃殺 殺了三十萬人 然後黑太陽731 哇 多麼用人體做實驗 這些我當你是真 這些事實上 事實上也是真 日本當然相當殘酷 但你問題是 你中共統治 中國這幾十年 死的人是比日本殺的人更多 更多倍 一個毛澤東多三百倍 是啊 所以你變成 你向他討血債的時候 一講起誰殺側中國人多 你完全沒得講 第二件事我都很有趣 就是 是不是中國人殺中國人 就不用聲討 外族來殺中國人 就這麼大件事 你想想到今時今日 還在講八國聯軍 他只是不講五胡亂話 又罵日本 又罵八國聯軍 美帝亡我之心不死 那時候也有說 蘇聯想搞中國 全部都是 總之都是人家的錯 最重要的是 共產黨式思維 一定要不斷製造敵人 對外的敵人 對內的敵人 不斷製造鬥爭 你通過這種鬥爭 來鞏固自己的權力 就算現在香港也是這樣 西環也好 六百九也好 你不就特地製造一堆混亂 成報都說了 特地製造混亂 來鞏固自己的團伙 這些字眼全部是這份報紙說的 成報型精彩 天天要追這份報紙 天天要追 現在變成如是我民的報紙 最如是我民的報紙 他的如是我民 從哪裡來呢 傳說中就是習派 你想想有誰勢力發聲 西環會不敢發聲 如果不是上面有指示 你說這個是陰謀論 當然我們也不是消息人士 或者是有勢力人士 知道實質來源是怎樣 但那個漢江蝕 這個人到底是誰呢 為什麼漢江蝕能令到張曉明BB 不是最近和Angela baby 有了BB那個 那個曉明BB 但為什麼令到這個曉明又不出聲 令到六八九又不出聲 如果是傳說中的另外一邊 即是江派的話 那我不用理你 江派現在不在世 江派的人士相繼墮馬 什麼人可以發聲 連續爆光兩個星期 而且去得很盡 新四人幫 而且他列出來的新四人幫 那二三四都不是普通二打六 不出名的那個仙境 他不是有一個很出名的 還未說是誰 他在慢慢揭底牌 其實我們猜到是誰 你有沒有記不記得 曾經有一個京官 來香港 要在灣仔 封了整個灣仔 差不多封了整個香港島 然後圍了鐵馬 水馬 我好認記得 我在會展工作 那條放工的時候來封路 結果我去不到灣仔搭車 我要走到銅鑼灣才有車搭 因為有二十一個京官來香港 記不記得 真的製造很多門訓 但那個人是權力核心 可能有更加大的權力 政治局常委 對 有更加大的政治核心來動 所以這些如是 值得大家每天追 以前人家形容那份報紙是殭屍報 但是現在 原來彈起來 咬起來是這麼厲害的 我們都說是殭屍和喪屍 我回來之後 終於看到這部電影 在那裡哭 我受不了 我很怕女人在我面前哭 所以我說 不要搞了 不斷在那裡哭 我很怕那些電影 第一是很慢 第二是很煽情 我以前很慢的 不是內心電影 即管內心電影到爆也行 不要緊的 但你知道日本那些電影 上一集也是昨天而已 如果我們在網上看 就是剛剛看完 你做flashback 你這樣喊 這個空間也不是玻璃 很悶 日本就是這麼晚 但韓國那些 不停哭哭哭 死了爸爸死了媽媽 死了媽媽 兩人傷害發現 原來是兄妹 為什麼這麼多人喜歡看 我真的無法回答你 我真的覺得 會不會是因為情緒沒有出口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但是這次 我的頭髮就倒了 第一天有他 我覺得這次的施殺烈刺 令我眼界大開 我沒有想過去看 但是看到太多人說 而且評分好像很高 而且看了人似乎都說很好 那好吧 去看看 哇 果然不錯 你還沒看嗎 還沒 快點去看 多好 那你不幸運 我現在講一下 就會劇透 不要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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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第一個劇透 大家都猜到的 就是喪屍 而這個喪屍 我記得有一集 跟探長做節目 他說韓國是沒有創新的 韓國是沒有新意的 我不同意 我由始至終都不同意 這部電影我更加不同意 因為它裏面有幾個鏡頭 是很創新的 以及它的一秒變 我們以前是一秒變廢堂 但是它是一秒變喪屍 即是一秒變喪屍 一會這樣 轉頭它就會變 然後它就會變 變得很快 這部電影 它裏面 除了我們是喪屍片 所以它會變成喪屍片 但是西方有很多喪屍片 是喪屍片 很慢 對 很容易離開 對 很容易離開 在那裏面的女兒生日 她買禮物 她問她的伙計 喂 小孩子喜歡玩什麼 現在 然後她買了一部V給女兒 女兒打開 外了 然後她問她 為什麼她不喜歡 女兒就看一看前面 她就看一看 已經有一部位置在那裏 即是她自己都不記得 已經買了 因為工作太忙了 好了 就只有媽媽 即是奶奶 就照顧女兒 那女兒生日那天 就很想見媽媽 就說 我自己搭火車就可以了 你不用送我去 這樣 就做爸爸的 你沒理由給個 七歲八歲的時候 女兒自己搭火車 由這個首爾搭到釜山那麼遠 那就和她上車 就在這一程車裡面 就變了這部電影 一程車的事 那你知道 如果你一部電影 你不是有很多條線同時發展 這裏可能是講感情 那裏又講爭產 那裏又講公司裏面的政治 其實是很難拍的 這次CCTVB那些電影 是啊 你幾條線同時發展 感情線都有幾條 是啊 這樣減來減去 但它就是一架車 就在這一程車裡面發生的事 就是整部電影 但是很緊湊的 它創生在什麼 第一 我沒有什麼看過 印象中都沒有 哪一部電影是可以 全部死掉的 連男主角都死掉 啊 之後做什麼 我想問 它沒有女主角的 只有一個男主角 男主角都死掉 那 那條線怎麼延續下去 這個我已經講老頭痕 但OK 整部電影是不散的 不支離破碎的 還有呢 它做得很好的地方 我覺得呢 它將裡面有很多隱藏性的暗示 譬如 政府做的新聞報導 還說是地區性暴動 不敢說事實 不敢說事實 是蘇聯 是暴動 然後呢 希望市民 國民 不需要恐慌 國民不需要恐慌 你呢 照著你的生活 不要誤信殘厭 大規模的殭屍爆發 喪屍爆發 都還在分析太平 那些喪屍從哪裡來的 病毒 很棒 在這個基金 他們原來有分投資一個生化科技 又是生化科技 又是生化科技 是的 她的頭很好的 一開始就是 就見到一個貨車司機 車車車 去一個關卡位檢疫站 接著呢 就懶了 貨車司機就罵了 喂 你不要再截住我了 你上次已經燒毀了我的豬了 你這次再燒毀我 我真的和你死過 哎呀沒事沒事 你走吧 接著貨車司機就過了 一邊開車 一邊有電話響 很想走去拿個電話 就撞到一些東西 嗯 她下車一看 她說哎呀 黑仔 她撞死了一隻鹿 嗯 她不理她 就 她沒有說買 沒有叫魚龍處 來收了她 她上車就走了 一隻鹿突然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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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起回來了 嗯 開頭 五分鐘之內 嗯 就已經出現這個鏡頭 接著呢 她再去回男主角的生活了 那一去回男主角的生活 那裏呢 你就見到她在辦公室裡 拿著電話 那個電話呢 她跟老闆說電話 老闆就說 叫她要沽 沽了一些東西 搜納上面的貨 她說 但是這樣會引起這個 散戶的不安 會引起這個 怎麼說 會有波幅 她老闆知道某些事情要發生 沒有解釋給她聽 她老闆說 她老闆說 把貨都放掉 然後她說 但是這樣會有不良的後果 會影響到投資者的信心 然後呢 你聽不到的 不是無線劇集 聽到對方說的 不是 只是聽過男主角的反應 然後她說 不是不是 我是新人 就是這樣 這樣很明顯 她老闆說 你老幾 我叫你做你就做 你以為自己很厲害 這樣 然後她說 我是新人 然後就修善 修善之後 她就叫男主角進來 這個畫質的男主角 都坐訪了 是的 基金經理不是男主角 叫外面那個男主角進來 就叫外面那個男主角 去放貨 叫他層層轉達 其實她是想說的 就是韓國社會 那個階級還是 那個觀念很強烈 還有呢 她拿著電話 她可能心裡是不妥的老闆 覺得這個不是一個正確的決定 但是她沒有即時去挑戰她 而老闆明顯像你所說 知道的事情 但是也沒有完全披露 只是叫她做 然後當她提出不同的意見的時候 就是立刻去押她 原來我即為去押你 然後你會看到她的反應 就是是不是我是新人 請多多指教 然後呢 好 正的位置在哪裡 就是你看到她叫她的工作人員進來 就像貓一樣 你弄一隻貓 比如梳毛 梳得牠會很痛 但牠不敢咬你 因為牠是媽媽 即是我說我的貓 他就會怎樣 你一放開牠 就立刻去打另外一隻 遷路於另一隻 這部電影的男主角就是這樣 她叫她的工作人員 叫她做 她的工作人員給她同一個反應 但是這樣 很反常 是啊 那些省會會有很多意見 然後她就說 譬如叫她說 陳大文 陳科長 你是為省戶打工嗎 不是不是不是 我立刻就去做 陳壓式 陳壓式 所以她只是個別鏡頭 都已經有訊息出來 而她很精細 不是整部電影 只是喪屍 不停追來追去 所以我覺得她的結構 和她表達的東西 更多 我們看之前 World War C Brad Pitt那部 那部小說改編 我覺得也不及這部做得好 那是不是還有一些人性 就是為了自己 去到最後階段 不顧一切 是啊 即是不理其他人死活 我先活了 是啊 還有這裡她有個 挺悲哀的 我覺得挺像 我覺得如果這件事 在大陸或香港爆發 都是這樣的結局 就是怎樣呢 就是 有幾個男士 男主角 基金經理 有個大隻佬 很愛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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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就是個大妻 然後還有一個年輕人 學生哥 學生哥的女朋友 大隻佬的老婆大妻 以及男主角 基金經理的女兒 小女兒 在第二個車卡 躲在廁所上 前後都是喪屍 而這三個男主角 和這個年輕人 在另外隔了幾個車卡 中間全部都是喪屍 喪屍是很過癮的 他們不懂得開門 他們中間隔了的話 只要轉了那個手掣 他不是有感應的 你轉到手掣 不是自動 他就不會走去領 他們為了救自己心愛的人 就冒死了 拿崩帶紮住這裡 因為他們會咬這些位置 那個是什麼 Baseball bag 棒球棒 然後盾牌 整個盾牌 整個撿的客人 冒死去救自己心愛的人 救完回來之後 自己原本的車卡 不放他們進來 我怎知道你有沒有感染 不放 因為被人打到 他就會變喪屍 是 一秒變 我怎麽樣讓你進來 他們在外面 擋不住 因為那些喪屍 他們是一路撞 一路撞 一路撞 即是恐怖的積目 即是你見到那個速度 幾何般配上 接著整個壓爆玻璃 幾個畫面就很恐怖 就是那些壓爆玻璃 那些人整個塌上去 傾倒泥頭 全部都是喪屍 他們一路擋住 但是那邊就是不生性 就是說 我怎麽會讓你進去 我怎麽知道你有沒有感染 就是這樣 接著後來發生什麼事 那個城堡是從來被擊破的 從內 裡面 因為 裡面有一個人 他就看到自己的親人在外面 變了喪屍 他就覺得 豈有此理 即是這個 和我相依為榮了一輩子的人 這樣可以說是因為你們的自私 所以他要死 他就是開門 這個山海關事件 哦 你這個城牆建得多好都沒有用 由內間搞定了 哦 這部電影 聽起來 他主要的空間都是在火車 基本上只是火車 咦 又加上生化 突然想起我70年代末期都看過一部電影 總統戲院都有做的 你記不記得嗎 不記得 男主角都是猛男 那時候很男人 李拆哈里斯 女主角是蘇菲亞羅蘭 還有一個OJ Simpson 他就是殺妻的彈球員 那個美式足球員 就是因為他們說這輛火車感染了病毒 因為爆入生化機構感染了某些病毒 他就跑了上火車 男主角一天是個醫生 幫火車上的職員找這個人出來 然後政府隱瞞這件事 不但還派一支生化部隊上去控制火車 然後秘密令火車墮去一條斷的橋 在橋上塌下來全部要他們死 即是連後來派上去都不知道嗎 連那群穿白衣防護衣的突擊隊員 控制火車都不知道 他們要來全部獲屬 而那個醫生就要知道這個陰謀之後 就一定要救火車 就算救不完也要救一部份人 而那個OJ Simpson是一個警探 走上去是想追一個攝匪 最後這個警探跟攝匪一起幫醫生李察哈里斯 一起去救火車上的人 最後這個醫生和攝匪一起犧牲了 而最後有一半列火車倒下 另一部份就死不去 又是一個相當好看的戲 又是在裡面說很多人性 給我一個名字,很有興趣 他中文名叫火車大災難,英文名叫什麼 我就不知道,應該很容易查到 因為我怕我上網打火車大災難 他會推出2011年溫州高鐵 那個人別管了 那個人性反應更嚴重 那個人性反應更嚴重 那個列車連人連絲都埋了 我不知道,我上載了一幅圖 是講一個藍城客,兩隻手都碎了 前臂都碎了,很難受 而上去Facebook之後都不知道誰都刪除了 肯定 是呀,可能是Facebook之後 某些人會刪除了 那部電影是蘇菲亞羅蘭,你查哈里斯 這樣就有了 英文名字那部電影我忘記了 O.J. Simpson 因為其實我們覺得 經常都說末世 我們有一集都說過中西語言 而語言,你看到我們不外乎都是說末世多 還有很多是說人性的 對,說戰亂、末世說得最多 到底什麼引起末世呢? 不同宗教有不同的看法 你今天會跟我們說聖經對於末世的看法 為什麼說聖經呢? 我們上次說這個語言 都是用一種比較奇聞的一些角度 例如一個摩加利亞的瞞眼女人 或者一些燒餅、高雅推背圖等等 都是比較難稽考的一些版本 但聖經呢? 因為我們知道現在 其實基督教文化仍然在世界佔主流地位 仍是屬於世界上最先進的文化 而這個基督宗教仍然是一個相當有權威的宗教 聖經也是世界上 從今天為止,銷路最多人看過 最多不同文字版本的一本書 所謂它裡面的記載或者它的語言 其實參考價值都很值得我們去 無論信不信都好 我們以一種趣聞或者一種知識探購的形式去看 都很值得大家去看一看、想一想 但一般看不明白的 也不是那麼難明白的 它有些都寫得比較白 例如啟示錄是用一種比較異象、啟示性的東西 但裡面有些東西都寫得比較白 例如它講古代的語言 例如彈以理書 就講尼布甲尼薩王 巴比倫王 發過夢 夢見一個人的頭是金 腳是泥等等 他說是四個帝國 巴比倫的金頭就是你 之後下去是波斯、希臘、羅馬 古代的那些 平時沒有那麼留意的 平時我自己都看不學開膠 每晚都有人上來 吃飯飯 摸摸貓 摸摸貓,文化交流 由早上都看得黑 又要煮又要準備 所以這次我都說去日本了解自己的生活 是多麼枯燥乏味 多麼合宅 香港是這樣 看不到外面的世界 但外面的世界就是 你都看了出去之後 又不想回頭 因為你覺得又要回頭到那個矮孔裡面 這段時間 因為做了一個節目出來看 他發覺很恐怖 我們上一集也有說 2016年歐洲會被 什麼都沒有了 被穆斯林用化學武器 令他變成一個瓦斯林 瓦斯林就是一個 放置了的土地 徹底廢墟 廢墟不是說沒有人理 他不耕耕土地就算了 而是由於生化武器 化學武器的原因 令你根本不適合居住 還有另一個版本 再看深入一點 放假有空 就是說 10月的時候 已經會是世界末日 這麼快 這個很厲害 很快驗證 但他講到世界末日 又不是說地球大爆炸 然後就會 我們一秒鐘 全部灰飛煙滅 地球從此 在銀河在裡面沒有了 不是這樣 而是可能會有些很大件事 譬如你碎星撞地球 或者很厲害的火山爆發 那時候這個大洪水 這個稍後可以講一講 這些大家預計不到的事會發生 所以就會進入一個 不是人們都死了 還沒有死的 但是已經不能正常運作的情況 因為你記住 他把幾件事串起來 又似乎很恐怖 第一 第四十四任的美國總統 他是黑人 African American 他離開辦公室的時候 即他卸任的時候 美國的經濟是陷於一個癱瘓 他卸任嗎 明年一月 在經濟壞壞的時候 說明那個經濟是一大灘灘子 他很快卸任 2008年他正式當選 通常是一月的時候 第二年的一月的時候 才正式交牌 還有四個月左右 如果你看時間軸 再短一點 他說他是the last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又快驗證到是他 即11月之前 即11月大選 那是不是11月大選也不用選呢 這一堆的事情加起來 本來都覺得 像妹妹一樣 都還未真是害怕 但到一看新聞 就說這個鄰近地區的天公一號 已經被控制了 不知道滾了去哪裡 即連中國的天文部門 他們的強力天文部門 都承認這個天公一號 已經脫了軌 他就會在未來半年 就會跌落地球 他的說法是 不用怕的 中國的會爆炸 不是 不是 他說他衝過大氣層的時候 就會全部燒掉 然後我一看完之後 就覺得如果不能燒掉 那怎麼辦 跌一部分下來 跌一部分下來 跌到邊 可能跌到海 因為地球七成面積是海 如果跌到陸地 就真的跌至我們 自己唯有 不幸 而且看跌到哪裏 像你所說 如果他最好的 就是他跌在大氣層裡已經燒掉 那就沒事了 你說不是 他跌到海 又可以沒事 都可以海嘯 有很大的海浪 但是 如果他跌到陸地 就看他跌到哪裏 跌到沙漠 沒有人理會 但如果他跌到有一個 核 你明白嗎 跌到旁邊的大瓦灣 大瓦灣 這個叫什麼 台洲 台山核電 台山 台山 或者是其餘國家 北韓 總之有核反應堆的地方 核反應堆的地方 這件事很嚴重 最嚴重的是 怕跌下去的時候 是不是外國襲擊我們的核設施 然後會 射你射你 射你 你不知道金仔怎麼想 所以現在開始團糧了 最重要是團長先 團糧 你要找一找團地坡才行 團糧 沒有人知道他去了哪裏 放假放到懵了 不知道 風頭火細 走了佬的局長 是第二個 他也不是第一個 第二個 運房局也不知道他去了哪裏 運房局 張兵良那天也有出來 你說運房局和法治局 我就覺得姚蟲鹽加上 朱海迪 朱海迪多好 如果有得選擇的話 有得選擇的話 真是不錯的 朱海迪 真是可以改革香港的特首人選 真的有政治智慧 如果大家有時間 看看今天的城市論壇 我已經在我的項目上寄了出來 如果喜歡的話 我可以放上《余線網民》 這是在香港電台的版本 竹本的 不是那些交台剪下剪下 只是剪建制的發言 泛民就是沒有剪下 剪下一些不關事的事情 值得看 因為今集有姚蟲鹽 對侯志強 就說華恆州的風雲 我們先不要管他們 我們先講回聖經 其實自小你跟接觸教會多 他很多時候都信者得救 上天堂 還有一些事嚇嚇你 就是有世界末日 世界末日有一個很大的特徵 就是以色列會復國 以色列復國我們知道 是1948年 很近的 為什麼他會復國 因為他當然有亡國 之前亡國了很多年 他亡國的年期是非常長的 我們知道大衛和所羅門 是以色列國 古以色列國最強盛的時候 到了所羅門公元前的931年 死後 他的兒子羅邦岡繼位之後 以色列分為南北兩國 北國以色列的首都是撒馬利亞 南部猶大國就是耶諾薩蘭做首都 德國在公元前的722年 相當於中國的周朝 被亞術滅了 南國在公元前的506年 被巴比倫利布格尼薩滅了 當時是中國的春秋 所以他亡國是兩千多年 以公元前五百六年計 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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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五百六年滅亡 到一九四百年復國 兩千多年 兩千五百多年 歷史上我未見過任何一個國家或民族 亡國多年後可以復國 而且在這兩千多年來 他們猶太人 可以傳承到他們自己的宗教文化信念 是 是 很頑強 很頑強 民族 不是普通的 放在這裏可以復國 兩千多年無所謂 等待 他們不斷被殺 你想想 當時我們說摩西 他們猶太人在埃及被奴役 當時還未叫猶太人 當時叫希伯萊人 希伯萊人 或以色列人 同一人 後期變成猶太人 他們一直被奴役 被驅趕 四百年奴隸 我也不明白為何上帝不早些 他們說要試煉 大哥 四百年 我試煉你四年 你也想自殺 然後到近代 還避起達拉薩六百萬 是用工廠生產的方式去消滅一個民族 歷史上也從來未試過 有一個民族受到這樣的對待 而你說希伯萊人 多麼邪惡 他在西方的學者眼中 為他辯護的人 就說他是為了堅持他的理念 為了堅持他的第三帝國 第三帝國 日二萬民族 日二萬民族的尊嚴 那種優良 因為他認為猶太人是劣等的 他要驅逐 即是民族清洗 覺得他們不配生存 現在很多香港人都覺得 鄰近地區應該要這樣做 所以這種民族仇恨 在那時候已經很強烈 但是呢 你看看那個背景 其實猶太人一直都在不同的社會 是佔一個很好的地位 不同的階層有他們的存在 但是你發覺有很多銀行家 是 譬如我們叫紐約 有個說法叫朱約 因為是猶太人操縱 我聽過一個就是 美國控制全世界 紐約不是華盛頓 紐約控制美國 而紐約是由猶太人控制的 沒錯 其實很簡單 真的要找少工說一說 我講了兩句 你看看現在最大的龍頭企業 猶太人的 可否說是差不多全部 不是全部都七八成 很誇張的 例如什麼呢 例如Google兩兄弟 例如Facebook 例如那時候的格林斯潘 聯署局主席 余氏等等很多 我到時可以把一個名單出來 還有很多頂尖人 愛因斯坦 基辛格 史提分史匹寶 史提分史匹寶 其實B.E.R.G. 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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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A.I.A.A.I.G.的老闆 G.E.R.G.E.R.G.E.R.G.都是猶太人 香港的家道理家族 沒錯 他們由於這麼多年的避世 走難 他們對於錢銀的那種 運籌為額 可以說 掌握 放數 利息 做生意 是很有名的 是很有名的 而我遇過一個猶太女子 猶太人 我開餐廳的年代 我請了一個猶太女子 在耶路撒冷請過來 哦 這麼地道 她是做生意 做餅 我只是在一個猶太人眼中 身上 我已經看到她的民族優越 你不要說到最最頂級的 只是一個普通的整餅女子 都很誇張 她來到做 做完之後 如果給了一般香港人下班 做完還不下班 還有時間 當然是休息一下 去後巷 打遊戲 吃煙 傳訊息 什麼都好 她不是 她站在外面 她是餅絲 你記住 她只是負責做餅 是阿茂 她站在外面 看著整個餐廳的運作 哦 然後她逐個酒杯照燈 我沒有叫她做的 我還沒空去做的 我在這裡煮的 照燈 照完之後 逐個逐個抹 再掛上去 還沒完 她回到去 傳報告給我 就說她觀察到什麼 她建議怎樣怎樣怎樣 接著還沒完 她可以做到什麼 有什麼需要找其他人手 會需要什麼 但她的預算是多少 喂 你來做餅 她整盤生意都算出來 她是看到其他人看不到的東西 是啊 這很厲害 而且你剛才說 猶太人的金融 其實跟那個迫害也是有關 絕對 因為她本身流落 因為她亡國之後 其實就不是分散 她亡國之後 後來去到波斯時候 就被波斯王放回他們 部份人回原居地 重建聖殿 所羅門聖殿拆了 重建聖殿 然後回原地生活 國家沒有重新建立 但猶太人仍然是 聚居在原先他們聚居的地方 什麼時候令她分散到歐洲被迫害呢 就是公元七十年的時候 為什麼呢 其實耶穌死之前 祂做了一個預言聖殿會被拆禮 祂說聖殿是猶太人心目中最神聖的地方 門桌很漂亮 耶穌說聖殿會被拆禮 一塊石頭不會掉到另一塊石頭上面 後來考古查過 為什麼那時候羅馬人在公元七十年 鎮壓猶太地區暴動 拆毀聖殿的時候 為什麼會逐塊熟收石頭 拆下來 原來中間有黃金的成份 耶穌的預言中了 不過你說耶穌預言 祂是神 其實在他們秘魯去巴比倫之後 都已經預言了 他們將來會分散各國 然後聚合回來再立國 我們看看以西傑書 我做了一點點功課 以西傑當時也是巴比倫之老 公元前五百六年 那場被巴比倫亡國俘虜的人 他說以西傑書 第十二章其中一節 以色列全家遠遠遷移到列國中 是列國不是一國 將他們分散在列邦內 我環繞在他們所到的列邦 站在他們的聖所 即是我寄託在你們那裡 你們要分散去列國 而當主耶和華語此說 我必從馬民中招聚你們 從分散的列國來聚集你們 又要將以西傑列地刺給你們 你如果看回他們 由公元七十年 分散到歐洲 受到不斷迫害 造之最下九流的放數 麗尼斯上的放數 被人立 沙士比亞其他 很反友 最後竟然又聚集回來 再刺回原居地給你們 真的給予以西傑 所以這段經文 我感覺上完全沒有忍悔 符合歷史 相差是兩千多年的預言 是中了 還有最後一個中過 他聞必要多那裡 也必從其中除掉 一切可憎可厭的物 聖經中 我看聖經 可憎可厭的物 通常是指儀教 即是猶太教以外的儀教 現在以色列最大的儀教象徵是 什麼呢 就是耶路撒冷的聖石圓頂清真寺 以為耶路撒冷當然是天主教、基督教等等 這些基督宗教甚至猶太教聖地 其實不是的 那是伊斯蘭教的第三大聖城 三個宗教在搶的地方 而且聖真寺不是普通的一般清真寺 聖石為何叫聖石呢 是因為穆罕默德 穆聖在公元六三八年死亡 即是归珍 他們叫归珍 夜行燈燒 死亡之後 他不是真的死亡 是晚上飛去耶路撒冷 然後去到這塊 原本所羅門聖殿所在的聖石上 升上天 就好像耶穌死亡 所謂叫夜行 去到聖石 然後燈燒 升天 它叫燈燒 所以之後 當伊斯蘭教不斷向四圍擴張的時候 去到耶路撒冷 建立了現在的聖石園頂清真寺 以及在他們的旁邊 建立另一座阿克薩清真寺 就是伊斯蘭的第三大聖城 如果真的要除掉一切可憎之物 這個異教的最大象徵 真的要動這個 分分鐘都是第三次世界大聖 開片 很大的片 以前也聽過 已經有些 比較猶太原教旨主義 最激進的那群人 就是想重建聖殿 甚至找到當年負責聖殿 供奉聖職的那群利美人 即是以色列人 特別專門做聖聖工作的那群利美人 也是這群人才可以做祭司的 摩西就是利美人 摩西哥哥做大祭司的阿倫 也是利美人 找這群人的後代出來 重新訓練等等 不過以色列是一個很先進很民主的國家 所以以色列政府不會瘋到 真的拆掉去重新建 以及衡量所有的政治利益 你不可能做到 不可能做到 但將來會不會呢 真是不知道 現在宗教衝突繼續激化的情況之下 會不會大家都打緊 耶路撒冷最初為何十字軍東征 連續二百年 到現在都拿回這個套路 一說大家就起工 最早都是因為當時的教皇 以重奪耶路撒冷的聖定為名 叫西方組織的十字軍去移動 而且是屬罪 你們去就可以一定去到天堂 地上所有的罪都會被捨臉 結果最大的罪就是他們當時的羅馬天主教 所以啟示錄裏有很多人說 反羅馬天主教的人說 啟示錄裏的大人附迷的世人 其實就是羅馬天主教 我不知道 這些是泰國多的宗教十環境 不過裡面說聖經的預言 你剛剛說到大災難 天災人禍環境等等 如果你看到大災難 其實有很多都被重了 例如呢 例如我引述幾段經文 聖經你真的很熟 我看這本聖經是揭爛的 很久了 真的很久了 我小時候讀天主教學校 我都可以全部還給他們 一滴都沒有保留 好像有一個 他說神聖露的碗倒在大海上 甚麼碗 碗 由天使倒一些碗到海裡 碗是甚麼我們不要說 倒在海裡,海變成血 好象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 像不像現在海水污染呢 是嗎 倒在江河與種水裡 水的泉源呢 水就變成了血 喂 我現在有時看到 你看鄰近地區就是這樣 鄰近地區那些 經常很多血河 旁邊的工廠流出來的 全河變成紅色 何止紅色 你要七彩都可以 你要那些很鮮的綠 很漂亮的黃色 七彩都很漂亮的 你這樣喝就行了 還有一個 不用 只要講那麼遠 去東江看就行了 東江源頭也是這樣 還有一個 說氣候變化 倒在日頭上 第四位天使就是第四個碗 倒在日頭上 日頭能用火烤人 人被大熱所烤 就涉毒了掌權的等等 氣溫越來越高 溫室效應 太陽又越來越熱 溫室效應 我們很多年前已經說 氣溫越來越高越來越熱 日照越來越厲害 又好像 他不是說越來越冷 越來越熱 是越來越熱 因為他在事錄裏 沒有說冰爛 全部都是跟火有關 無論是天災還是人禍 都跟火有關 說到地震 說到大地震的時候 自從地上有人以來 沒有大那樣厲害的地震 那大城列為三段 列國的城也都倒塌了 全世界列國的城都倒塌了 地震 天災地震 然後還有很多瘟疫等等 加上天氣如何召變等等 這不詳細說了 其實真的很多事情 其實很合理的 你說有瘟疫 為什麼呢 如果地震 有自然災害 很多人死亡 天氣這麼熱 自然的東西就開始腐爛 這樣就有很多菌 你又不能妥善處理 對 埃及的十多年十災 出埃及的地方 十災都是類似的 河那裡突然污染了 不知道什麼事 自然污染 那時候全紅了 那些青蛙跳出來 就變成蛙災 那些青蛙死了之後 就出污影 蚊都出來了 就變成螢災 蚊災 對,蝗蟲 都是一個個勾住一個 然後變成十災 現在其實都真的很像 不過說這麼多自然災害之中 很多人經常說 南亞海嘯之後 將來有大洪水 2012那部電影也有說洪水 但我們看完整個啟事六目世語言 我找不到任何一個 跟洪水有關的滅世記載 因為之前已經用過這招了 最重要是在創世記 羅雅方舟沒有用過這招 對,羅雅方舟 遲些找次官說過羅雅方舟 這麼過癮的東西 好聽 羅雅出方舟的時候 他裡面記載 神指著天雄為世 此左指彩雄為世 永遠不用洪水滅世 我說不用洪水滅世 我沒有說不用火 不用地震 不用溫液 出了一招就換其他招數 反正人的劣根性沒有改 所以其實很呼應 啟事錄是聖經最後一章 創世記是聖經的第一章 相隔這麼多年 竟然是頭尾呼應到 但聖經有沒有說 會被異教徒所滅呢 這個他沒有特別說 因為啟事錄太隱悔 他沒有說什麼伊斯蘭 沒有說什麼異教徒 不過他又令人聯想到中國 就是在戰爭那裡 第九章那裡 看看 到了某年某月某時候 要殺人的三分之一 馬軍有二萬萬貪王的數目 我聽見了 馬軍有二萬萬 他當時 二萬萬即是二億 這本是比較古本的 他當時 二萬萬即是現在的二億 哪個國家可以動員二億大軍 沒有啊 俄羅斯都差不多這樣的人口 而且他還很過癮 十二章那裡 十六章那裡 他說 日出之地 東方 日出之地 我就想起日本國旗 但日本一定出不到二億人 沒有啊 還有哈米吉多頓大戰 末世的時候 所有列國軍隊聚集 去以色列 哈米吉多頓大戰 我想 以色列這麼小的國家 又如何聚集這麼多人大戰 二億人放進去一個以色列 只是中國二億 我當你只是中國二億 你人搭人都不行 對 而且這二億到底是軍隊 還是黃禍呢 因為我記得九一年 有一個叫寶物的人 出了一本書叫黃禍 不記得 後來他證實了他公開自己的名字 叫黃力雄 西藏生 叫什麼 天藏西藏的命運 就是他寫的 是 很出名的 寫語言小說 黃禍出來的時候 剛才六四沒有多久 又華東水災等等 結果一種中國末世 那個末日危機都離開了 他說中國一個徹底崩潰的時候 人周圍饑荒 人食人 古代所有恐怖的都出來 然後那些人周圍走 數以億計的人衝出國境 已經發生著了 連我自己也看過一本 一個歷史學者寫的書 《中國歷代的興致承衰亂亡》 他後面有一句 通常歷史寫完史實之後 都會寫一些評論 他說中國最後一個武器 這位歷史學者 還在香港 他最大的武器就是人口 人口 最啟動的人口武器就是開放邊界 我真的很覺得 你來香港 我真的很覺得 現在有這個跡象 我只是回答一句 你想想 什麼時候 你可以想像到日本人會黑臉 接你 真的 我這次在日本 和我相知 不是去京都那次 都是在東京三年前 很明顯分別 他們看到你牽著行李 他們是不喜歡的 我不是說售貨員 售貨員當然是笑 當然是鞠躬 我說街上的民眾 是不喜歡的 為什麼呢 我們家事 我們等蕭公子來 好 家 他們是黑臉 不喜歡 為什麼呢 你影響到他的生活 是啊 他們不會 好像沒有骨氣 像我們香港 港共政府 有這麼大的肥豬肉 不吃 然後沒有中國 如果你們香港 他不會說這些 日本人是 他是世界旅遊之都 你大陸人可以來 你來消費 我一定會給你來 但是他不會覺得 你給我錢 你就是上帝 因為還有歐洲的客人 美國的客人 世界各地的客人 是會尊重他的文化 你想想 日本的乘車 地鐵 他會有什麼 女性尊重車卡 他會有 小冷氣的車卡 例如你趴東的 你去小冷氣那一格 你去靜音車卡 你去靜音車卡 不同的車卡 然後 他的關外座的比例 別人不是兩個比起六個 大哥 別人那個是 可能四個對五個 比例是差不多 兼夾 就是人家說 在乘車期間 不要用電話 對呀 很滋擾 對呀 不要說電話 你發訊息不要緊 不要說電話 你想想 一個這樣的國家 讓你這群鄰近地區的人 去到 他真的不瘋給你看 你這群人又不排隊 又大聲 又說電話 你全部什麼規定 他不會理你的 所以你就看到他黑面 正常的 他的人口 真是最大的武器 我自己工作的那本康物 也有訪問過一個日本學者 很資深的漢學家 那個訪問的朋友問他 現在日本漢學一向都很有名 是很精細的做法 很厲害 現在漢學在日本的發展如何呢 他說 近年很少有人願意去研究漢學 因為對中國的觀感很差 他自己不是 他自己本人不是 因為他是很資深漢學家 但他說近年很少有學校肯開漢學 亦都很少年輕人肯學 你完全看得到 你除了日本 你就算遠到加拿大 澳洲都是炒地產 炒地產是非常差的品格 因為你是直接破壞人家的生活 連人家的社會道德都破壞了 是吧 所以這一點 因為外國尤其是加拿大美國 他們買一層樓 我不是說大有錢人 我說一般的家庭 他們買一層樓是真的住的 住一輩子 他們可能會生四個小朋友 六個小朋友 那個就是他們的家 你去掃 是 那天我看了一部電影 在家裡看的 就是一部美國電影 就是那個做段貝山 其中兩個男生 一個過了身的 很可憐 就是做Joker那個 另外那個 Jake Gallenhall 她和一個叫做 Rachel 我忘記了什麼 Rachel 我忘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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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記了名字 好像叫Southern Paul 還是South Paul 是說一個打拳的男生 他是在孤兒院大 他的太太也是在孤兒院大 但是他後來又不太好 又犯事 但是他後來很用心打拳 就成為世界冠軍 自然住大房子 他太太過了很好的生活 你知道你成為世界冠軍 你經常被人挑戰 經常被人挑戰 經常被人挑戰 因為你是武林盟主 當然要做江湖第一 武林第一 在一次的衝突中 有人失控開槍 射中了她太太 對不起 那時候 這個拳擊手 Jack Gallenhall 就去抱著她太太 她太太不停的 然後再重複一句 Let's go home Let's go home Let's go home 她臨死 不斷地說這句話 而不是交代身後事 我的保險箱密碼是多少 我收了多少 司機錢在哪裡 她不是說這些 她不斷地說 Let's go home Let's go home 因為為什麼呢 就是 你記住 她那個前文後理 如果你調整在一起 是很符合的 她是一個孤兒園出身的女生 她沒有家 她很想回家 因為家對她來說 是她最後的堡壘 而愛國人對於家的觀念 不是一個物業 不是一個房產 不是一個投資工具 有人是這樣 不是全部沒有 有 但大部份的市民 大部份的百姓 他們真的覺得是家庭 所以你說 是不是會好像聖經說 來自日出之地的二億大軍衝擊 現在好像已經來了 但將來她裡面寫的是武裝 還是只是普通的一集 去到哪裡 去到哪裡 她就沒有說清楚 我們上次講中西語言的時候 那個巴爾幹半島的 諾斯 曼眼 巴巴芬達也有說 2018年 中國會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 第一大強國 那她的二億人 只是軍隊也有二億 會佔她人口 七分之一 七分之一的有錢人 在世界各地亂掃 拿銀彈襲擊 她是軍隊 銀彈的軍隊 這是我的理解 不知道將來會怎樣 因為這些 她說得很隱晦 還未曾發生 不過 說回作者 諾茶丹馬斯 燒餅哥 那些作者 我們都說過 啟示錄這位作者 不得了 耶穌十二門徒之一 約翰 當時她被放逐拔摩島 為甚麼放逐拔摩島呢 就是因為被人灌毒藥 迫害基督徒 灌毒藥她又死不去 去了拔摩島放逐 而寫這部啟示錄 聖經最後這章的時候 她是九十幾歲 就將她的儀仗寫下來 我想問她為甚麼看到儀仗 不知道 她是受到神的啟示 她只是說 神受到啟示 要將她的見證 寫下來 當然之後裡面 有很多末世 有很多迷惑 包括假仙之之之之之之之 我就想 有甚麼大紅龍 這些就被上面 一些反共的邪教 反正邪教 李鴻子 李鴻子還不是 李鴻子還不是 是東方閃電 前幾年有一個東方閃電 周圍收靈 要擺明跟共產黨組 然後共產黨周圍抓人 東方閃電引用啟示錄裡面 那條抹世的大紅龍 邪惡的大紅龍 大紅龍是甚麼 就是現在的中國共產黨 紅色又說自己是龍 做了多少壞事 多邪惡 咦?又中了 我現在很喜歡聖經 雖然我住不了會 但我很喜歡 但是東方閃電 被視為一個重點打擊的邪教 包括香港的教會 都很害怕這個教 來到香港 他現在叫全能神 不叫東方閃電 叫全能神 我經常走過地鐵站也看到 真的嗎? 有 走過地鐵站也看到 最近少了 最近少了 但他是大陸的東西 不是日本的東西 是大陸的 是地道大陸的 原先是東北 之前有一個在快餐店打死人工 是不是就是這個宗教 你記得嗎? 不是 是另一個 在山東有個女人吃東西 你記得嗎? 麥當勞 接著那個人說 以全能神之名 接著打死了那個女人 不是 應該是另一個 全能神那個 他很奇怪 有個類似 有個女基督 在河南的 姓鄧的女基督 但是那個人是不掌權的 是由另一個類似祭司的人 掌權的 類似韓生和奉小命王 來到梅立佛轉世 其實是把中國的傳統農民 起義的宗教色彩 混合西方那套 對付現代的大紅龍 任何反對我們的敵人 我都當是朋友 很幼稚 我現在經常在銅鑼灣樓下 經過不斷聽到清關會 又在數李洪志 我真的覺得很煩 我經過灣仔的天橋 每天都看到 那些人都沒什麼心機掛掌 橫眼睛 等下班 到時候收工 收姐走了 接著他們和旁邊那些 那些派大紀元時報的那些 不知是義工還是信徒 不知是多朋友 衝來沒有 都沒打過架 我見過很壞 我見過法輪功坐在這裡靜坐 然後清關會被人臭腳去問 有些是特別搞的 即是個別 懶得積極 但真正收錢做事 你給我OT 很適合 在那邊睜手機 在那裡睜眼睡 但法輪功那一班 其實是積極過他們很多 那別人真的是信仰 那一班 就算了 你給我這麼多錢 你給我多少 到時候就離開 還要和你搏嗎 尋集 因為我要做一點功課才行 就講西藏語言 剛才我們講的黃曆熊寫那本 西藏 天藏 那本很有名字 你有沒有那本 我沒有 黃禍那本 我也有 但天藏那本 其實不用買 圖書館我都知道 因為西藏語言都有 西藏語言和聖經有些不同 都值得說一下 值得的 而且這也會解釋到 為什麼這個紅色巨龍 是不是說錯了 大紅龍 大紅龍 是不斷地追擊大喇嘛 有原因 有一集 當時和譚博做的時候 差點說出來 但譚博轉了一個話題 就是為什麼毛澤東 會有這麼大的影響力 傳說中他是什麼背景 為什麼他和大喇嘛這麼不妥 他不斷地追擊他 當中有什麼原因在裡面 是有一個故事很重要的 預言我們不會說 預告就說 一定要說一些 好 如是我聞到這裡 好嗎 你們會繼續錄另外一個節目 好 我們下一個節目 你現在看完如是我聞 下一個節目 就是星期三晚的決戰中環 也有阿楊我和蕭公子 好 拜拜 再見